好嘎 王后的礁房殿刚刚陈设好 传话要我过去看看 你们姐妹情深 王后心里是有你的 贝夫人进来身体很好 好久没见了 真是把婢子惦记死了 夫人还好 你也知道 自从那新王后做公女 对后宫繁星的事 就一日比日多了 那个新王后就是运气好 要是当时能在五官 当心脚下 是 姑姑 姑姑是否觉得 那人的身高面容有些眼熟 在五官一官 我日日与那处娘打交道 就算扒了她的皮 我也认得她 夫人 卫王派人送东西来了 嗯 拜见夫人 卫王让奴婢给夫人问好 有劳卫王牵挂 夫人 是我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桑儿 你怎么来了 夫人 夫人认错了 奴婢是桑儿的妹妹 慎儿 因为姐姐日夜思念夫人 刚好卫王 要派人给夫人送东西 于是奴婢就讨了这个差事 替姐姐来看望夫人 你们这对双胞姐妹 从小就长得一模一样 变人起来还真是有些难哪 既然如此 那夫人就把奴婢当作桑儿吧 五官事情败露 我让桑儿竟直逃回魏国 其实在我心里 没有一日不挂念你的姐姐 谢夫人 这边在天良福席镇 我们带过来的妻妻 也拿过来摆饰一下 是 姐姐 妹妹 你来得正好 你快看 大王给你找回了什么 姐姐知道 这是你的心爱之物 这排销势而复得 赶快收好吧 那日一渠人 拦截迎亲车队 月儿连性命都不打算要了 不行 却还能将它找回来 当日妹妹替姐姐遭难 姐姐不会让妹妹白白受委屈 一定好好补偿你 你看 这浇房殿休整一熏 旁边几处的偏殿 妹妹可以挑衅一处搬过来住吧 姐姐 眼下 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 我遇到了 那个在五官 给你下毒的厨娘了 你说什么 我和魁姑看得真真切切 就是那个跑掉的厨娘 她刚刚从卫过来 替卫王给卫夫人送礼 此刻正在披香殿呢 可事隔一年了 妹妹怎能凭瞬间一瞥 就认出是当日之人呢 我虽只是瞬间一瞥 但当日葵姑 与那厨娘 在厨房打过不少交道 定不会认错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既然那厨娘 去披香殿找卫夫人 那正说明他们俩是一伙的 立刻动用宫中内侍 包围披香殿 抓捕厨娘 让她说出背后指使 没有大王传职 擅自搜缴后宫 抓捕嫔妃母国探亲之人 这可是大事啊 舍不得孩儿套不着狼 姐姐 再犹豫 机会就没了 不行 你的话 乍听起来有道理 但细想想 经不起推敲 除非你我 有稳抓的把握 不然 还是不要鲁莽声势的好 姐姐何时 变得这样胆小怕事 大王不喜后宫 有人生事端 上次妹妹为了福姐 在承明殿 已经被大王斥责 大王已然不悦了 妹妹又何苦要 雪上增霜呢 当日那厨娘 害得姐姐几乎丢了性命 我说什么都不能 对她心慈手软 更何况 害姐姐的人 就是害子歇的人 姐姐知道你报仇心切 但天下事 进退有度 两害相权 娶其轻 姐姐怕这怕那的 就不怕养虎为患吗 并非姐姐不愿出手 我是怕抓不着狐狸 惹了一身的骚气 王后大约有她的难处 你毕竟是她的陪家殷妾 若出差池 王后是要担干系的呀 明明丑人就在你眼前 你却拿她无可奈何 夫人 夫人 她们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 那个兽女人好像又出宫 什么 惠儿呢 在那盯着呢 我就不信心 一人做事一人担 偏不让她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月儿 走 走 真的不信我 大王那儿不理你 你发错人 外面在闹什么 是芈月逮住了魏王 给魏夫人送礼的人 说此人曾在去年 在武光给王后下毒 被发掘后潜逃 魏夫人得知来抢人 两边闹了起来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王 这女子是魏王派来 给臣妾送东西的奴婢 芈月无理取闹 竟将我母国来人 随意拦截侮辱 芈月与她无冤无仇 何苦要与她过不去 这女子 明明就是去年 在武关毒害王后的凶手 芈月血口喷人 这女子与王后从无交集 焉将她只认为下毒之人 欺人太甚 芈月绝不会诬陷一个清白好人 去年我亲眼见到这女子 扮成厨娘 在武关驿馆下毒 若不是女医治医术高明 王后就差点丢了性命 她只是魏国宫里 一普通女婢 为何要千里迢迢去武关 毒害王后啊 那就要问魏夫人了 你 你竟然将这脏水 泼到了我身上 大王 臣妾实在冤枉 你可要为臣妾做主啊 就算这个女子 真的谋害过王后 你硬说魏夫人是其主谋 到底有些牵强 芈月打探过了 这女子叫桑儿 宫中人人皆知 她曾是魏夫人的贴身陪嫁侍女 在秦宫侍奉魏夫人多年 与魏夫人十分亲近 可就在去年年初 王后临嫁入秦宫之前 她突然离开了秦宫 踪影全无 若不是事出有因 这突然失踪也太蹊跷了吧 你 抬起头来 寡人记起你了 芈月说的没有错 大王 奴婢不是桑儿 奴婢是 大王 这桑儿 绝非是芈月所说的下毒之人 魏夫人说的是 五官下毒之人绝非桑儿 芈月不会看错 当日谋害王后性命的人 就是她 大王 芈月捕风捉影 去年年初 桑儿的母亲过世 父亲病重 桑儿是家中独女 我给了她些盘缠 便让她回魏国尽孝了 从此她留在魏国 再也没有回来 死事在我皮香殿人人皆知 大王尽可派人去查问 大王 魏夫人打算害人 当然要将进退早早盘算好 找个口实还不容易 芈月这是处心积虑的 要陷害臣妾呀 你到底是人是鬼 心里应当明白 大王 臣妾实在是冤枉啊 自打王后入宫 便一心想在宫中立威 臣妾帮着先王后 打理后宫事务多年 被王后视为眼中钉 以除之而后快 眼下 她又指使自己的应妾 来陷害臣妾 大王 王后来了 臣妾参见大王 王后来得正好 你看看 一边是你的陪将 说抓到害你的凶手 一边是魏夫人 说是被人诬陷的 既然此事是因王后而起 寡人想听听王后的说法 臣妾在武关 确实被人下毒 事发后也向蒙翁将军通报 但因凶犯逃走 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害你之人 是这个女子吗 当日臣妾身在明处 当日臣妾身在明处 害我之人躲在暗处 害人之人 拾得臣妾 臣妾 却不知被谁人所害 那你以为 下毒之事 跟魏夫人有关吗 是 或是不是 臣妾不知 不知 怎么说 你也是早有几分疑心了吧 入宫前 臣妾与魏夫人素未蒙面 入宫后 我们是宫中姐妹 魏夫人 魏夫人该不至于 对臣妾下此毒手吧 王后 王后不可姑息养奸 若不是魏夫人 那勾结义渠人 拦截王后迎亲撤队的是何人 那一心想要王后性命的 又是何人 御家之罪何患无辞 你拿出证据来 芈月 芈月 既然 你只认这个女子下毒 你可有凭证 当日这女子 从我们手中挣脱逃跑 被魏姑追上咬了一口 一定会留下印记 大王 可让人查看她的手背 哪只手 回大王 该是左手 木监 是 怎么 怎么 回大王 没有伤吧 不可能 大王 大王明鉴 臣妾一生清白 却被人物量为盗 此刻水落石出 大王 你可要为臣妾 主持公道啊 芈月 你还有何话可说 下毒的人明明是她 手背上 怎么一点印记都没有啊 你说呢 那下毒的人 是她 又不是她 芈月 你胡闹够了没有 你寡人看此事自始至终 都是空穴来风 只是你芈月无事生非 无中生有 你把寡人的后宫 搅得鸡犬不宁 辱不重责 难以服重 大王 芈月犯错 都是臣妾管教不严 求大王开恩 让我把她带回去 好好教训 王后向来仁厚 小则小罚 却不能让芈月长记性 寡人罚她 从明日起 接连十日 身世和有时 给后宫花园打扫路径 不计划 不是姐姐怪你 今日之事 妹妹真的太过莽撞了 我是怕那真凶跑了 就再也抓不回来了 可如今抓错了人 反倒让魏夫人她们 无理便有理呢 我就想不明白了 那张脸绝对不会认错 怎么竟然不是她 好 好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大王罚你在后花园扫地 让别人看了笑话 有什么了不起 扫地 总会比擦洗高堂台的 台阶更难吧 你呀